进入海洋生物大脑 有海马 海洋少人 海洋Boss孤狼 它们的大脑里 最有些什么呢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首先 是第一个海马 呃 你这脑子的储存量 怎么比幼稚的还少呀 这老鼠来了 都得哭着走吧 哦 你瞎吗 没看到我脑子里的水吗 呦呦 脑子里全是水 是什么值得就饿了是吗 哼 隔着内涵水呢 我是海洋生物 脑袋里 当然全是水啦 既然这样的话 就让我带你认识一些 谢谢事务吧 呃 我警告你 你可别乱来啊 放心 先给你拿点迷你特产 便便 吃了它 保证你长高高 然后 再给你安排些 幼稚最爱的岩酱 喝了它 保证暖你一个冬天 嘿嘿 再去看看你的秘密 嗯 怎么都是小海马 这里还有个字条 看看都写了什么 瘦的怕壮的 壮的怕耍无赖的 只要我发现得快 我海马一猪 至少能称霸海洋 我去 想到啊 你们个子不小 梦想还挺味道的 哼 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一个咸鱼 有什么区别 小伴们 你们觉得海马 可以称霸海洋吗 下一个 海洋上来 呃 这里怎么这么脏啊 垃圾到处都是 而且全是乳牙 如果我不知道 这里是大脑的话 我还以为我误录了垃圾场呢 你懂什么 这才是 真男人该有的样子 隔壁家表妹 就喜欢隔着饭 哎 如果吹牛犯法的话 你早就被判无期徒刑了 我看 你就是在嫉妒歌唱的帅吧 啊对对对 既然你喜欢这种造型的话 那我就帮帮你吧 首先 把这里的大鸡 来个超级加倍 然后 把人还没坏的牙齿 把人还换成杜牙 这样的话 估计你隔壁家表妹 会更喜欢你吧 再去看看你的秘密 哇 里面怎么全是黄金 这里也有个字条 等我展够 一万块黄金 我就不能打下美食春 什么 你觉得还敢连击美食春 靠把你的黄金传给忘了 那了以后 只能喝新美风 然后最后一位 是海洋Boss骷髅 他可是守卫又有 八卦夫妻的Boss 颜值也是可圈可点 他的脑子里 不是什么样子呢 渺小的人类 休想进入我的大脑 切 你不想让我进 我偏要进 大脑子里 怎么换着羽生神 难道说他和羽生神 人间的情到底 需要交水 可恶的绿恐龙 知道太多 对你没好处 哼 你就等着吧 我要告诉虚空幻影 你贴近他的cp 谁喜欢那条赖皮蛇 我骷髅 只喜欢强大的Boss 强大的Boss 什么意思 不告诉你 来来来来 气死你 哼 你不说我自己去看 可恶的羽生神 天天缠着空空 等我着陆迷你 我得把虚幻影 抢回来 你新的花园就 不会枯灰 我去 今天大光呀 布罗居然乃听话了 嘿嘿 小伴们 如果你们可以 进入迷你生物大脑 你最想进入 谁的大脑呢 别紧张 衹